食人花离奇消失之谜 大家看好 这个时候食人花还活着 只能快乐的吃着僵尸 同时僵尸的距离也非常远 哎 我就这么一转弯 它就没了 预备 发射 嗯 不错嘛 果然是头子类植物 比弯中射水厉害多了 再来个西瓜玉米卷精炭 这一波蛋丽丝座 还有减速控制全都有了 哈哈哈哈 这下我要真的无敌了 再来升级一下 放三个大坚果 小用 就你们还不给我一顿吃了 我去 拿个破包子这么嚣张 食人花才上 二爷 你过来呀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哎呦 就这 这个二爷就是训了 你竟然要挑衅我 你 你要干嘛 我去 这么狠 李大爷 还剩李大爷 啊 我死了 就这 刚刚二大爷 痛得有点狠 还是加强一下单体输出 这下就算是二爷 也过不来了吧 啥情况 神花怎么一直在啃 还啃不死人 好家伙 原来有这玩意儿 就不会被秒杀呀 但是把头盔打掉后就可以了 玩炉子 这后面的家伙都有头盔 这死人花也吃不过来呀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杂手 这下杂手 我死人花呢 将是还会隔空攻击呢 赶紧补上建国 完蛋 来不住了 快快快 银头大弹 怎么杀撞也没有啊 玩独自然又要被平推了 各位小伙伴们 知道我的神花是怎么没的吗 对了 玉米加罗帕 还有对队友战的障碍 难道